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郭丽萍 今年46周岁 2016年开始做书店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在农村 也没有什么课外书 就觉得书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开书店是我们这代人 很多人的这样从小的一个愿望 我现在每个周都要在我自己的书店 在书店里边睡一晚上 然后睁眼 然后伸手 一摸到我的书 看到我的书 就觉得心里很踏实 实体书店它是一座体现一座城市的 这么一个温度的 这么一个公共的文化的一个空间 是非常必不可少的这么一个存在 我开业的第二天 来了一位70岁的一位大姐 她当时很激动 说 哇 太好了 她说我这周边终于有一家书店 沙漠中开出一朵美丽的花 开书店15年觉得挺值得的 我们用15年的时间 来构成了自己人生中 相当精彩的那一部分 确实大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来到书店 另外那个就是在网购的那个图书 价格也是很便宜 比如早晨坐地铁 看到大家真的是一大早很忙碌的 这样挤地铁赶来赶去 生活的那种紧张的样子 就很自然就把我给困在那里了 这种快速比如三分钟几分钟介绍一本书 可能从某种角度上看 它可能也是推广阅读的一种方式 没准也会转换一部分的听众 他会想去拿这个本书去真正地去深入地阅读 读书的人一直在读书 其实这几年我们家的读者的量一直在增加 房租和人员成本 反正这两个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困境点 还是线上线下的实体书店的价格体系的原因 包括前几年受到平台电商的影响很大 近几年短视频的影响 短视频因为它的折扣比平台电商更低 有些书店也会去尝试直播的这么一个途径 做文创呀 做周边呀 很多的书店都是业材都是不一样的 那书店利用比如说它的装修 它的一些特殊的亮点去吸引年轻人去打卡 我想它最终的目的也是希望 让年轻人能介入到一种更好的阅读氛围内 因为最终能够活下来的一定是那些 最终把读者放在中心 把阅读文化做为推广阅读文化 作为一个核心的这些书店 但你足够喜爱的时候 这种东西就不是难 而是一种享受 一种痛病快乐的享受 大家虽然没有时间去读书 但是大家还是很需要这个书店 因为我接待一个顾客他就讲 他说在这里太好了 我每天好忙好忙真的很累 我在这坐十分钟 我都感觉我自己好像 像休息了好几个小时一样 几位老人跟我讲 他们其实很不独 那他参加我们一些文化活动 有趣的灵魂 终于在这书店里相运了 一个女孩子她说 我每次来到北京出差 我肯定是要来看你 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拐角 他说每一次我快要走进 那个拐角的时候 他说我就特别忐忑 我说你忐忑什么 他说我害怕我一转过来 发现你们不在了 那为什么叫威严呢 可能很多人一开始 会觉得是威严大义吧 然后我们是觉得人为言轻 所以人为言轻 应当有大义的担当